风味 小翔 小翔 队长 你怎么找这儿有盗门 我是推断出来的 刚才听你说 你父亲从小就带你们来这儿 而且你们没有发现有什么出路 并且里边有一个地窖 刚才看到警察局的人 在这里运送物资 我就觉得应该还有一条通道 直接通马河对岸 直接到达马桶 队长 真要腻吧 这都被你猜到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队长 还真被你猜对了 是马头啊 看来老天爷都在帮我们 你来看看 快点说你呢 好 慢点慢点啊 队长 齐家星在搬东西 别管他 看来肯定有重要的物资 得往这运 咱们回去再商量一下 然后再行动 行 走 走 好 为什么到现在 老牙口的货物还没有装完呢 太军 不是我和我的手下不努力 是老牙口分布虽然地形复杂 可以避开抗日组织的骚扰进攻 但也给我们自己运送物资 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不过您放心 我已经命令手下加紧行动 后天 最多后天 一定装载完毕 准时开船 齐队长 这次的任务全都拜托你了 你一定要保证这批货物的装载 安全 准时 太军 您放心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你可以走了 是 太军 我的人在火车站看到了姚启正 热气正在火车站 难道他想离开临江 据我的情报所知 他已经买好了火车票 我想是想开溜 齐队长 你将做很好 那我走了 去吧 来 来 彭玉 爸 这事要上哪儿去啊 我 我想出去走走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不许你出去 外头这么乱 你非要往外乱跑 爸 今天天气多好啊 我就出去走一小会儿 不行 阿军 老爷 看着他不许他出去 爸 爸 小姐 回房吧 队长 咱们怎么办 再观察几点 现在不能动手 再看一看小鬼子的物资 会不会还有东西 送到这个码头 苏军 你留在这儿 盯解小鬼子的行动 好 来吧 你去找一下政委 让他多派几个人手 好 走 走 提政 你这是怎么了 妞妞呢 妞妞在院子里玩呢 什么事啊 明天一走 你就带妞妞烧香还原去 不是刚刚还过院吗 怎么又要去啊 是为了掩人耳目 不让日本人发现 这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 咱们还走得了吗 他们为什么要拦着我们 不让我们走啊 桂田在我的仓库里 存放了重要的物资 怎么会放我走呢 好 我知道了 大夫妞姆 桂物的積載已经浸出了 2天后桂物的船出现了 今天游客的船出现了 其实才提起不得适合 是否 但是并非提出任何物资 船上的可能性 我如果想射出 小一号運送しないが間に合うか 小一号的威力がよく分かりますよね 有機器では我々の物質に爆破の方法を取るでしょう 小一号無理やり運送し途中で抑えると ひどく拡散のそんな恐れがあります 今宗教長の我々兵士にも林郷長にも巨大な異界になります しかし美本将軍はまた一人の兵力を失ってしまった 待っとうざければ 今回の運送は後ろのためです 運送は成功になると次は小一号の本番です 劉小姐 請接受 怎麼又是你啊 劉小姐 你必須接受我 必須 我為什麼必須接受她 因為我是大日本皇軍的少佐 我看上的女人必須答應我 你們日本人真有意思 你們就覺得日本人看上的東西 劉小姐 就非得得到是嗎 當然 強盗奪計 劉小姐 我不是強盗 如果是強盗 怎麼會給你送玫瑰還 這個 不過是強盗的偽裝 劉小姐 劉小姐 你這話讓我很生氣 如果這個話是別人說的 而不是你劉小艾說的 那這個人就會死在我的牆下 那我也告訴你 我就是死 也不會答應你 爸 爸 怎麼了 什麼事啊 氣死我了 那個叫杜鞭的傢伙又來煩我 這個王八蛋怎麼又來煩你啊 爸爸跟你說過 這一陣子少出去 就算少學自己要注意 你看到他你就躲啊 知不知道 來來進屋進屋進屋說 好 回來了 走 隊長 我回來了 什麼情況 政委啊 一聽說咱把小鬼的四號倉庫 給端了 那是連連叫好啊 他讓我轉告你 給你備一潭好酒 就等你回去那兒 我看是政委又想喝酒了吧 另外 據上級的可靠消息 小鬼子已經把化學武器 運到臨江城 所以 政委指示我們 不管花多大代價 先要找出化學武器 必須要阻止日本人 把化學武器運出臨江城 明白了 上級給咱派的人呢 你的意思我已經跟政委說了 政委同意了 政委的意思是 安排了許班長代替他幫咱們 只是現在許班長有要事在身 得耽擱幾天 太好了 老許能來我就放心了 完成都不錯 謝謝隊長 我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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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我來我來 你把這個給劉教長帶去 你可當心著點啊 得嘞 您放心 您放心啊 別有事啊 您放心 這點事我才辦不好 我怎麼跟您混呢 長點心吧啊 您慢走啊 您慢走 慢走啊 來 來 老祖 你可有日子啊 今天來怎麼也不來歇歇腳啊 我這不是忙嗎小村 回頭啊 我這點工務辦完了 就來找你啊 什麼事那麼重要啊 來嘛 想我啦 還是不行 我真有事啊 辦完了我立馬來找你啊 你是不是又沒錢了 沒錢 開玩笑 好啊 看看啊 現在哥哥 我是幹警察的 幹警察的 能沒錢嗎 那你為什麼不敢來 你就是沒錢 窮鬼 你 好好 我窮 我窮 我現在窮得就省錢了 走 今兒個 我還過路去了 我告訴你啊 我先把你這私事辦了 我再辦公事去 走 今兒個 把爺給我賜好了 走 小村 你可想死我喽 這些日子 我一直等著呢 別呀 你上 你上來呀 來來來 別別來 快快點快點 我都走了那麼長時間 你快點啊 胡說 我怎麼不認真 啊 說 說 行啊 他人哪 還美美地在小村房間哪 好 好 我們耐心地等他回來 好嘞 來 賴老總 下次還什麼時候來呀 你看你看 剛才還是我不認真呢 嘗嘗甜頭了吧 等著吧 等我辦完了公事啊 我立馬就來找你 怎麼了賴老總 我 我的信呢 我的信不見了 你再好好找找 不就一封信嗎 誰會要啊 你懂個屁呀 但是 剛才這屋裡有動靜 是不是有人進來 把信給偷走了 我們這裡很安全的 不對呀 我 該不是 你怕我不給你錢 你把經過藏起來了 藏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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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偷 也該偷點值錢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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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信上哪兒去了 那他媽我的信上哪兒去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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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馬隊長 你他娘去哪儿了 让你送个信 比我回来的还晚 信哪 拿来 他们都等着呢 快把信拿来 丢了 你磨叽什么呢 信哪 快拿来 我好给局长送过去 信丢了 什么 走啊 齐队长 局长 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几点了 你的人呢 局长 您别着急 快回来了啊 别着急 我当然着急了 他手里揣着我一个 很重要的密信 回来了 白皮 别把信交给局长 信哪 信什么信哪 他们信给弄丢了 什么 你怎么能把信给丢了 我 我本来是回来送信的 但八路上 碰见赏车压的小翠 拉着我呀 死活不放啊 我一想 干那事也盗不了多少功倍 我就跟他去了 这不把信丢了 什么 你把信给丢得赏车压了 你这个王八蛋 举 举 局长 齐队长 在 马副队长 我问你 警察算不算公职人员啊 算 算 好 好 好 公职人员去逛窑子 就是败坏公职部门的名声 也是败坏咱们临江县 良好的社会风气 我当警察局长那天起 我就三六五身地说过 所有的警察 一律禁止到赏春园这个地方 你还敢去 我说这个话 就是要让所有的警察 当人民的表率 当所有群众的一个改模 这两个规定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 当然记得 您的这个规定既是廉政之举 又是高风亮节啊 行了 你呢 齐队长 记得吗 属下记得 他是不是你招来的人 是 今天他不但违反规定 还把我一封那么重要的信 给落在赏春院里面 这是我们警察局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啊 不仅丢了你的脸 我的脸也给丢尽了 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的话 我们警察局是全连京县 民众的一个笑柄 你说 该怎么处理 白皮 我平时怎么告诉你们的 谁让你们去这种地儿呢 队长 你可不是那么说的呀 胡说 那我怎么说的 您是说了 但说的不是这个呀 那说的什么 您说的谁要是立了功 去赏成员 公家报销啊 你他妈放屁 你他妈胡说 让你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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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胡说八道 那天你在院子里 熊花的时候说的 全局的弟兄都盯您了 我他妈枪毙了你我 我 走 贾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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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贾香他可是咱们队的兄弟啊 队长 饶命啊 饶命啊 队长 让你胡说八道 是我胡说八道 是我胡说八道 都都是我鞭子 都是我鞭子 饶命 饶命啊 行了 行了 饶命啊 行了 把枪放下 我告诉你 你真要把他给毙了的话 杀人灭口的罪名 你得担着 行了 来人呢 走 把他给我关到牢里去 是 快 快点 队长 说句话呀 快走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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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队长 你们呢是他的顶头上司 你们自己说 这事先来担责 不是 局长 这人虽然是我们队的 但他是齐队长招来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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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 这赖皮确实是我 亲自招进警队的 这个责任我担 好 既然你要担这个责 那我就公事公办了 马副队长 到 打从今天起 齐队长的职务你代理 什么 什么 我是警察局局长 我说话不算数吗 马副队长 马副队长 我再说一次 打从今天起 他的职务你代理 你敢不服从 不 我怎么能不服从您的命令呢 我是您的属下 你的职务被解除了 这 我才能说完 我才能乱 我才能担心 我才能担心 我再担心 你不担心 多长 这个圈套 不会是你下的吧 不是 各位 你说什么呢 咱俩可是发小啊 不是 这发小是什么呀 是一起党大的生死之雕啊 再怎么着 我也不能给你下套啊 是不是 我相信你 可这一次这刘诗坤的手下的 可够狠哪 但他绝对不能把我扳倒 不信你看着 是啊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哪 还有这赖皮可真够丢人的 人家说了多少次了 不让他去那种地方 这回倒好 把我的脸也丢光了 队长也丢了 你倒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你说这位置 局长让我当 我又不敢不要 再说了 这位置就是我给你看着 我不就是怕别人惦记着吗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毕竟我们是一起长大的 是吧 可不是嘛 发小嘛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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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儿 不是 找齐队长 县兵司令部来电话了 说让咱们派人去盯着摇起证 局长说明天一早让咱俩一块去 下去吧 是 значит 儿童 别动 我的姐姐呀 你可真是个泡手 我要什么你来什么 看啊 胡了 拿钱吧 来吧 拿钱吧 师昆回来了 妈跟小艾呢 妈应该是在后面睡觉呢吧 小艾 小艾应该在屋里读书呢吧 小艾这孩子呀 最近让这个渡边给吓惨了 我规定她不准出门 她出门了吗 还有她最近几天情绪怎么样 情绪我就不知道了 我又没问她嘛 你这个妈怎么当的呀 就知道她打麻将 女儿出这么大的事情 你都不操心哪 你有完没完呀 我操心有什么用啊 她听我的吗 还有了 你查团的警察局长 你有用吗 那是日本人呐 真是 我说一句你要顶几句呀 别玩了 不准不要玩了 控制玩了 回家回家 那我们先走了啊 算了 走了 走了 走吧 走吧 干什么呀 我一手好牌都是你 真是的 讨厌 扫把心 谁呀 我 爸 我没睡您进来吧 小艾啊 这段时间那个日本人杜鞭 没来烦你吧 他几天没来找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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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你画这个干嘛 我随便画的 没别的想法 没有啊 当然没有了 不过 那天那个日本人那件事情 确实让我挺害怕的 我希望我的大英雄 会出现保护我 乖女儿 爸就是你心目里面的大英雄 会一直保护你的 你别怕 我知道爸爸对我最好了 但是乖女儿 以后那种画不能再画了 给日本人看到不得了 会出事的 爸 你高不还说要保护我吗 怎么在自己家里 还怕日本人呢 你是个孩子 不懂这些事情的严重 把画给我 爸 给我 早点睡 别胡作乱想的 不准画了啊 爸 爸 爸 你把画还给我吗 妈 我看你房间灯还是亮的 进来看看你 妈 进来看看你 你没回来 小爱这两天 好像有什么心事 睡不着 妈 真是不好意思 您看 都是我们让您操心了 说什么呢 这是什么 好 小爱随手画的 您看 让人担不担心 这孩子现在年纪轻轻的 我现在特别担心他 他年纪轻 血气方刚 热血肺等 在学校老是跟一些抗日组织 在一起混 我担心他会惹事吗 我上班的时候 您帮我多看着点他 你放心 小爱是个听话的孩子 行 我多帮你看着他点 好 你忙你的 可是 别做伤害中国人的事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去吧 歇着去吧 好 那我把他撕了啊 来 老爷 这是上好的檀香 再好的檀香也无法让我心静 老爷 儿孙自有儿孙福 您心一到了就行了 不要太过苛刻了 阿金啊 我已经上了年纪了 就这么一个女儿 看她现在这个样子 我能不烦心吗 红玉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 打送他们三个从临江回来以后 哪一天暗宁过 我明里暗里 怎么样暗示他们都没用 烦哪 老爷还是担心 小姐和姑爷的所作所为 可我们只是猜测 也没有证据啊 猜测现在不只是我怀疑他们 连日本人都怀疑他们 否则归店怎么会借着请我们吃饭 去明着试探这个欧阳 怎么会出这种事啊 现在仗着咱们这个店厂 日本人一时不敢动咱们 但是保得了一时保不了一世 那一天归天真翻了脸 后果就太严重了 那您的意思是要继续监视 小姐跟姑爷 看来明里暗里提示她都没用 我得换一种方式了 你多亏换一种方式了 这套人就要求的 我认为她是套人的 还要求你 是套人呢 是套人的 那套人呢 还是按照原计划 你和妞妞去上香还愿 然后设法去火车站 我想办法甩开七甲星 然后咱们再火车站几口 那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还是我 你就别争了 听我的 要是这次机会 把握不住的话 要想再离开林家 那就更难了 走吧 书行 带妞妞去上香还愿 早点回来啊 路上注意安全 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我今天有重要的事要谈 去不了了 你们赶紧去吧 好嘞 我们先走了 跟爸爸再见 好 去看看他们去干什么了 是 小姐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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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依靠我 不用找吧 谢谢 谢谢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走 等一下 老太太 人我已经安排好了 您和娘娘从后面出去别被看到 辛苦你了 贤客 你要尽快脱身到广州跟我们会合 谢谢夫人关心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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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帮我看看 那屋里坐的人是不是摇旗帐 好 好 不是 那是谁 是伙计 谁让你坐这儿的 有 幽龙板 有 幽龙板 尤其让人哪 啊 不是 先生请 来 来 坐好 来 来 来 妈妈 我们去哪儿了 妞妞 我们呢 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不过我们要等爸爸来 等爸爸来了 我们一起上车好不好 好 快点 师父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 妈妈 我们去哪儿呢 爸爸什么时候来呀 爸爸等一下就来了 我们再等一会儿 师父 快点 我赶时间 好的好的 快点 起账 你怎么还不来呀 难道出什么事了吗 书贤 拧拧 挺着挺着 好的 起账 给你钱 谢谢 没事吧 东西我都带齐了 赶紧上火车 快走 哈 大医生 姚先生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们 我们只是去探探亲 去看看妞妞的外婆 姚先生 最近临江城 非常的不安全 抗日组织和游击队 经常四处闹事 你这样带一家子出去 恐怕很危险啊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一想 等这边局势稳定了 我会让桂田司令 亲自派人保护你的一家 出去 山口小姐 谢谢您的美意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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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哪儿也不去了 我们现在就回家 等等 我的车就在旁边 我亲自送姚先生回家 妞妞 走吧